在戏剧麦克白的后台化妆间 刚从舞台上回来的主演托尼 骂骂咧咧的 今天的表演比网上整整长了四分钟 不仅如此 还要以疲惫的身躯去应付观众 为了早点脱身 托尼让化妆师及时提醒自己明早有事 刚说完 剔爵吉姆就推门进来 他希望托尼能在周五前来观看剔爵们的表演 然而托尼周五要聚配音 时间上有冲突 来探班的人是托尼的邻居 明明完全无话可说 却还要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欢迎他们 还没等闲聊几句 托尼就开始不耐烦 不停地暗示化妆师 要提醒他有事先走了 可惜化妆师一出口就弄巧成拙 托尼迫不得已 只能被邻居拉着去餐馆一起吃饭 化妆师只能跟了出去 原本热闹的房间立刻变得空荡荡的 金木环视了一周 喝了一口托尼最爱的饮料 坐在镜子前戴上金闪闪的皇冠 似乎自己就是那个邪恶而威武的国王 在准备戏剧的第二幕时 金木和同位替绝的未婚妻在房间里背台词 公司经理过来发工资条 撞见他们擅长托尼的化妆间 趾高气扬地训斥了几句 虽然接下来是替绝的演出 但一切层茧 没有血 没有剑 也没有物 小两口恩爱的样子引起了金里的不满 他支走金木 然后对他的未婚妻开始性骚扰 作为上位的代价 未婚妻当然不愿意 金木也正好及时赶回来 金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尖角刚走 未婚妻就撕开了装着工资条的信封 工资少得可怜 还不如去街上买三明治挣钱 虽然两人热爱这一行 但半年后的婚礼还需要一大笔钱 这时化妆师匆匆走进来 把衣服挂好 三人聊起托尼的工资 多得让人惊声尖叫 金木觉得自己要是主演 肯定也能拿到这么多钱 但主演不是想换就换的 除非他发生了什么意外 未婚妻摸了一下刚放好的衣服 想不到上面有根针 见状化妆师说了句抱歉 然后出门去找创可贴了 还没等金木关心几句 广播里就传来精灵恼然的声音 TG也要准备上场热身 金木回头望了一眼 发现地毯上有血液不停的涌出来 眼前出现了幻觉 被人喊了一声才回过神来 在戏剧第三幕中途消息时 托尼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化妆间 他在舞台上吐了一地 嘴里还不停的嫉妒另一位出色的演员 原来平日喝的饮料变成了福特家 一喝酒托尼就圆形毕露 一副酒鬼撒泼的样子 金里把他推进浴室里 用水清醒一下 一边准备着让吉姆转阵 抽烟主角 吉姆显得异常紧张 他还没有真实排练过 看着未婚妻手中的剑 还会出现满是血红的幻觉 就在他准备接过铁剑时 托尼忽然清醒过来 圆满到好的机会 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未婚妻不停的抱怨吉姆 其实饮料里的福特家 正是他嫁进去的 为的是能让吉姆有机会出人头地 可是吉姆完全没有显示出 应有的上进心 未婚妻实在是忘至极 甚至把婚戒也摘了下来 忽然他听见浴室里 似乎有什么响动 走进去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外面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托尼好像受伤了 未婚妻又改变了主意 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不久以后 化妆师给吉姆戴上皇冠 这一天 这是他第一次用仿真剑出演 化妆师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而未婚妻一改一些飞扬跋扈的语气 变得温婉可人 据说托尼摔坏了脊椎 可能一辈子都要躺在轮椅上了 吉姆的地位叫牢不可破 他的语气也一改从前 言语之中 深圳游戏看不起依然是剃绝的未婚妻 不过吉姆还是很感谢他 为自己做的这一切 如果不是托尼从高耸的城墙上摔下来 他也没有机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而未婚妻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只剩自己依然时 吉姆又出现了幻觉 血液从周围各处流荡下来 可是摇摇头又似乎从未存在过 经过一年多的成长 吉姆已经成为了一位知名的演员 给剃绝们准备签名海报 接待到后台的观众 也变成了他的工作 托尼坐到笼椅上被推进来 供然见面分外寒暄 吉姆炫耀着自己现有的一切 托尼讽刺他是一个小人 与其平常却处处针锋相对 说起吉姆之前的月婚期 他几乎失去了印象 两人早已分手 而让人诧异的是 化妆师成了托尼的全职看护 而且在分开后 吉姆的每一场表演 他都没有落下 化妆师早就知道吉姆会出名 只是需要退一把 原来吉姆的未婚妻 曾在这里的浴室自杀了 血液流的哪里都是 甚至渗透进了地板 然而吉姆却对此事完全没有印象 当时他正参演全联的游戏 完全不知情 吉姆还在震惊中没有恢复过来 他以为未婚妻是导致托尼事故的元凶 想不到化妆师却承认 那是他干的 还有饮料里的纯酒精 被解雇的公司经理 因为化妆师看到了吉姆的才华 更掩饰不住对他的喜爱 于是推了他一把 照顾托尼是化妆师为自己 所做的事付出的代价 同样的 未婚妻的死是吉姆该付出的代价 因为吉姆说过 要把事业摆在第一位 那必然有人要做出牺牲 化妆师还把那个婚妻 留下来戴在手上 他就像个替诀 在吉姆身旁一直守候着 踢完吉姆大冒冷汗 所有关于未婚妻的死亡片段 在脑海中浮现 他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投入了新的一幕戏剧之中 演艺圈里可怕的不是上位 而是由人精心安排的上位 成功的背后 不是实力 也不是运气 而是那些在乎你的人 所付出的代价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 就是对喵妹的 对喵妹的